你很威風 很聰明 不是吧 就是大班年輕的人 因為我們其實來自一個 剛剛香港很蓬勃發展的時代 我們其實是得益那一道 你不要告訴我你認識陳尚來 不認識 我就省你一個瘦 體育T.A.T的朋友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 最近我也得到30個商的支持 就是Mini Challenge 和Mini亞洲標誌菜 送了幾十份禮品給我們 辦法很簡單 只要在我們影片下方的留言箱 就留言 以及在Facebook上 Like我們的Page 以及我們訂閱的訂戶 就有機會得獎 經過抽獎之後 就會通知大家 聯絡之後就獲獎 新的用戶一樣有機會 就是獲獎 H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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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喝一口 體育貼一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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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訂閱 下面紅色的按鈕 不用貼的 麻煩你 我們反過來貼回去 怕拖慢他們 他們現在就 譬如說 隨便籌款 幾百萬 人物又強 跟這個 譬如說 有些大型的慈善機構 拿幾千萬 走冷地 真的我看得到 不是吧 現在搞成這樣 還有運動員 你知道香港那班運動員 形象真的很健康 也都很單純 加上大家的意向很相近 所以他們做起意義上來 加上他們有一件事 運動員的特質 在我跟他們相處之後 很深地體會到的 就是他們的毅力 真的比一般人強很多 曾經有一些項目 我是覺得已經去到盡頭 應該不能搞的 不如今年不要裝 或者 他們不會放棄 不要勉強 條件真的不行 是他們死都不肯 結果去衝一下 摸一下 撞一下 問一下 試一下 結果搞到 過一次之後 我覺得 我真的不要拖慢他們了 如果他們 抓著這個顧問 有時候有些 車邊 你跟過來 我都非常樂意 但是你說 還要不要幫他們 我覺得 其實真的不行 你做顧問 也做了不同的組織 除了我們精英運動員之外 其實你還要幫其他會 好笑的 那時候 他去組的時候 我做第一個 會的顧問 是捉演總會 捉演 啊 這個真的比較特別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又是說三十幾年前 為什麼會有人踢演呢 其實兩班人 一班就是 金銀貿易場的出市代表 因為金銀貿易場 休息的時候 兩個小時 休息的時候 他們吃完飯 就在交易大堂 那裡 做運動 做運動 第二批 就是香港電台的司機 哦 他們又是等開工的時候 又在停車場 又踢演 是 於是他們就 不如搞個會 於是那個捉演總會 最初的時候 我又提過一些意見給他們 他們又成立了個會 所以我也是那時候才知道 那些演員怎樣 那些演員在哪裡做 在大陸 在不知哪裏 有什麼標準 有什麼標準 這樣就開始了 就是 這些叫做 搭下爹的顧問工作 就是運動會會 還有 一路下來 有些 小小的公職 公民教育委員會的一個小組 我又幫過手 是 一個叫做足球專責小組 嗯 我又幫過手 現在是大型體育事務委員會的成員 都是同一件事 我們都是付出我們的口水 哈哈哈哈 不是 付出除了口水之外 還有我們見過不同的事情 因為始終我們做評論員 或者做主持人都好 其實透過我們眼睛 看到很多不同的比賽 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事情 將這些事情告訴他們 因為他們可能 沒有我們看那麼多 我們偶爾看過 也會提一兩句 那就是 對整個發展 我覺得 真的有幫助 是啊 我想我們的意義 就在於 我想我們要起到一些補充的作用 我們提供一些 可能是 平常是難看得到的 如果有一班人 看不到的 他們不會想 或者他們沒有經驗的地方 我們其實就補充那一部分 希望令到平時的整個考慮會周長一點 嗯 還有一件事 你很威風 很厲害的 不是嗎 就是大班年青的人 哈哈 搞這個年青的體育記者 青少年體育記者 培訓計劃 我真的 不是為什麼呢 第一 我自己是 你有幫我做導師的 其實 所以我經常都說一句 只要你說 你什麼時候沒有人 或者缺人 你告訴我 我一定出席 嗯 只要我在香港 多謝你啊 我也希望 我們年輕一輩 是受到正規訓練 其實我很幸運 我是第一批 正式受專業訓練的體育記者 甚至可能是少爲一一批 專業 真的專業 因為當時我們用了半年時間 TVB當年是培植我們 完全沒有 由二百多人interview 選了我想大概是二三十人 出來然後 然後考試 經過很長時間 然後呢 最後選了五六個人 來做正式的體育記者 不如用一分半分鐘 解一下給年青一輩 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 我講啊 嗯 啊 來哥他們那一代之前呢 開始電視台有體育節目 其實就很多時候 都在電台那裡借一些 在做節目的人 沒錯 來幫忙做評述的 老實說 談不上是專門為電視而設的 因為帶過來的 很多時候都是一種做電台節目的概念 還有那種風格 直到來哥他們那一批呢 大學畢業的時候呢 剛剛年青力壯的時候呢 就吸納了這些精英進來 是專門訓練他們呢 是做電視的節目 電視的體育節目 包括台前幕後採訪啊 主持節目啊 主持節目啊那些 所以真的正途出身的呢 其實是陳尚來 教學時間可能如果資深的人 會記得是潘忠明啊 鄧世勤啊 鄧世勤啊 陳世勤啊 林慧玲啊 陳世勇啊 林慧玲啊 然後跟著有Wendy啦 Wendy就是主持人訓練班出來的 因為她就是一個新星比賽的優勝者 但是呢 真的只有TVB呢 曾經做過一個這樣的訓練 那我也因為這件事的仇益 所以我覺得 就是 如果我能夠回饋社會 所以你搞那個青少年訓練班 我真的覺得 第一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 因為第一 真的你要搞一個訓練班 你的財力物力一定要有 地方一定要有 還有你要找那麼多資資 找那麼多人 也要找那麼多學生 你不是說 我隨便叫人 你要找到學生 就是你背後的動力 和背後的資源 真的很大 我覺得 我想我跟你有一件事相似 就是 我想我們都懂得感恩 因為我們 其實來自一個 剛剛 香港很澎湃發展的時代 我們其實是 就是 得益過一代 就是很多機會 我和阿萊都分享到 但是呢 我們與之同時 我們都不 我想我們沒有覺得 這是理所當然 是 喂 社會曾經給過 這樣的機會 我們 反過來 我們都應該留下一些 給我們的後來者 所以我覺得 不是在做什麼 那麼 那麼偉大的事 只不過 一個新陳代席 就是一代 交換給一代 是我們應有之義 還有 難道我們抱著這個工作 抱過小嗎 可能 喂 我們都會年紀大 我們都會 現在我講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漏口 很多時候都不記得 哪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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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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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伴 就不是靠我們 是的 是要靠新一代 牛三 如果新一代 他們未必有 我們當年 那麼好的 條件和機會的時候 我們其實應該有責任 去幫他們創造這些機會 甚至 搬一搬他們 帶一帶他們 希望 帶他們走一兩步 之後他們的路 就會走得穩陣些 這個都是我做這個訓練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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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計劃 可能有很多人都有興趣 說說其實 怎樣參加 什麼時候會開始 好啊 因為你每年都搞的 好啊 我們其實很闊的 那個年紀 我們就定了 十八至二十五歲 嗯 不是十八二十五 十八二十五 也算是青少年 不限背景 不限學歷 什麼都不要 來到跟我們見面的時候 我叫大家不要帶成績 不要帶推薦信 不要告訴我 你懂得陳上來 不懂我 就省另一個淘 哈哈 因為我們想去找的這一班學員 是他們有心想做好一些資料 令自己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 嗯 如果你又剛好 你很有興趣的體育 這個是一個好的平台 就是給你去 嘗試 打好一個所謂的專業的底子 那如果這一步 是令到你更大機會 可以晉身這個行業的時候 我亦都非常樂意見到 那結果也是 是的 都有很多 很多學員 結果 我想 以畢業的人來說 我想差不多有 不少於十個巴仙 是入了行做體育相關的傳媒工作 我每年大概是在十一月尾 公開招募 是 任何人都可以 雖然有個年齡是這樣 但小過這個年齡我又收過 大過這個年齡我又收過 最重要的是有心 就是有興趣 年齡只是一個規條 體育點一點的朋友 要大家幫幫忙 看到下面有個訂閱 或者訂閱的紅色鈕 麻煩按一下 證明你支持我們 多謝